字幕提供 我突然想起 剛剛法國話為什麼要磨掉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你是有烤氣的話 感覺有比較亮比較刺的聲音 然後你把它磨掉 感覺比較柔 對 他們是為了銀色沒錯 沒有錯 對啊他們是為了銀色 我相信那個效果 聲音會這樣子很質樸的感覺 很質樸 它是電鍍那一層會比較硬是不是 應該是 而且它材質會 就是會有層次 就是一定是一層外面一層硬 他們其實要原來的那個晃 在家裡不要自己磨 不要那麼刮目 菜瓜不要多硬的那一種 但千萬不能磨掉 好 好啦這隻就是有 這是白桶 白桶 白桶它的料就比較硬一點點 等一下我試音一下 不過因為它那個純電又多一個 比較偏木頭 嗯 嗯 嗯 到高音的時候感覺它就是有比較有主力 嗯 所以它這個不是只有度 它就是連白銅跟黃銅比起來 白銅都比較硬一點 對白銅比較硬 但是我覺得有點難比較 是因為它多了那個純電那一塊 對它純電影響也有點多 影響有點劇烈 對 所以可以想像 如果這個純電也是白銅做的話 那可能就更亮 會讓它們當時會更覺得更衝擊 所以只好改成這個 那白銅跟黃銅的價格 是差不多的嗎 其實是差不多有多少 他們跟 其實銅的價格跟銀又是差了一砍 那那蠻大砍的 所以我們現在大部分的 我們講初期的底子都是用白銅 一方面比較好加工 他們已經習慣那個 白銅比較便宜 黃銅比較貴 這 真的不太輕了 要去嘗一下 所以銅會比較軟 就是比較好加工是比較軟 銅一般的成分之 你越純的銅越軟 銅也是一樣 因為你加了合金以後 讓它合金硬化以後 不同的材料 那如果單就銅跟銀來比的話 你要比價錢嗎 不是我說那個 硬度 我們可以查硬度表就查得到了 我印象中是也比較軟 純的 純的比較軟 因為更軟 那為什麼會是這個比較好加工 我們所謂的加工有時候並不是因為軟硬的關係 而是說它的質地比較細緻 你加工的時候很順 還是跟它的燃點 那叫什麼 融點 融點有關 比較沒關係 我們講的是一個平均度 像銀的話 他們加工銀很容易攪刀 因為它比較軟 可是容易卡掉 真的嗎 這個真的好專業 就是加工的一個 製造端的 這個只有 對 對 只有在做這些金屬工藝人 聽得懂 我已經陷入了一種 不知道哪一個平行 平行宇宙這樣 對 對 因為它不同的溫度加工 跟不同的刀具 那個是差別人 大家就真的做的人來知道了 所以就真的從製造端來講 是知道這個比較好 講過 對 相對來講 他們對銅的角度比較好 然後銀呢 因為它的妝孔跟切膠 有時候會比較 有一點奇怪的狀況 難以掌握的狀況 不好掌握 確 那接下來還要再往前進嗎 銀的話就是說 我們可以先看 抱歉一下 先回去 那這些年代有關係嗎 跟它時間軸有關係 還是沒有 我們今天純粹是以材料上去排 那時間就比較沒關係 那我們就是這一支 OK 那我們看一下 這一把的話 這一把是英國的笛子 大概是在 大概1900年左右的笛子 然後比較特別是說 我們現代人都定義它是958的笛子 也就是說我們講的 那個叫英國影Bridge 他們就是講的958的銀 事實上在當代來講 他們並沒有這樣去定義 他們就定義它這個銀幣 因為它的做法就是我們剛剛講 它是從銀礦裡面去取材 開始去加工它 所以那個958是後人去鑑定 發現它是958 所以當時只是大價都做 但是958跟他們的那個時候 做的銀幣是一樣的 一樣的 一樣的材料 對 他們是從當時比較多是從德國的礦產裡面拿出來的 對 然後 它的做法也 英國從德國的礦產它過來 原料 所以英國自己不采銀 英國是日不落 日不落 日不落 年代就是還沒有做成那個無縫管 無縫管大家有沒有概念 就是說我們早期的這管子的做法就是 用 你先把它碾成一片 然後再把它捲起來 然後就叫保管的做法 然後這無縫管就是 早充一個銀錠 然後開始一個充子 然後慢慢拉拉拉拉拉拉長 這早期都還是保管的做法 因為這跟我們的工業發展有關係 就保管是比較早期 對 因為我們要做 要過那個無縫管必須有高壓的機器 去抽 還要很高的溫度讓那種軟化才不錯 所以會不大一點 技術不一樣 所以早期 它是用銀 然後它要去保管罐去做什麼 這個958就是說 我們後來去幫它做一個分析 那也是為什麼分析 因為後來我們很多的製造廠商沒有發現 都先生能做958銀 就是因為他們發現這個聲音不錯 然後想去把它的配方能夠再重新組合起來 嗯嗯嗯嗯 那我們可以聽一下嗎 直接來囉 直接來 聽一下958的銀 所謂958的銀 對 英國銀 開始有一點現在這種銀 對 有點貴的感覺 對 沒錯 有點貴的感覺 對 然後我們再來提到說一樣的年代 或者就更早一點的話 其實像這一把法國底它是更早1870年代的 那很多人都說它是925 但是我認為說我是這點我覺得還需要再研究 為什麼 因為一樣的年代的話 沒有理由說它就是925 因為一樣的環境 然後只是說它是法國做的 為什麼會突然來個925 哦 這個值得我 他們上面都沒有寫 這些都不會寫說是 以前沒有這個概念 在24日之前大概都頂多打了C225 他們會不會跟加油 925 是一個物質的一個9 後面就要配個25 現代人才會有的 對 後面是後面的研究的人 這是他物質的 其實那個年代他們頂多 他們有925的銀嗎 在那個年代 應該會是有的 哦 OK 就是大概那個左右 然後他們那時候比較有的是 為了課稅的問題 頂多會打那個我們講 Pullmark 就是贏的mark 就是會打一個小的 我告訴你 可是那個打mark也是證實它是贏的 對 而且要課稅 所以我們可以經過那個mark 可以知道它是難贏的 所以它是有點想要跑落稅的感覺嗎 打了就表示你逃不了稅 對啊 但是問題是比重問題啦 比重喔 比重的高低可能也會跟它的價值有關係 這當代沒有這麼講究 沒有這麼講究 當代就說你只要打 那就是官方認證 不管你是92595 反正就是贏 對就是當代認證的銀 可以當貨幣使用 好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又是當貨幣 OK 所以這是號稱 那種調不知道有幾枚 號稱9255的這個銀 它是法國的樂器 我是1870 1870 比它更早 我覺得很好聽耶 很好聽耶 對 感覺它震動啊 它那個聲音都比較深 比較甜 嗯 比較甜 對 比較甜的聲音 比較妖嬌 法國女人 對 就會聽得出來 他們那個法國音樂的那種 有一個碰 有一個軟 那種色彩 對對對 他們要的那種聲音 軟軟的聲音 對對對 差不多 對對對 對對對 哈哈哈哈 我們聽它的聲音就好 哈哈哈哈 不要看人 哈哈哈哈 我是台銀 台銀 我土銀 哈哈哈哈 好繼續繼續 銀 再來我們就開始 我們剛好前面講 是一個英國 一個法國 我們叫德國的 德國的話 這把是比較 應該也不能說 它差不多1930年代的 那是什麼銀 這把的話 比較可以確定是 比較接近現在是一個925銀 因為925銀的話 是從紐約那個替魂寧公司開始 他們在1851 因為為了他們銀是好加工 所以他們就是用925的銀 然後加其他東西下去 對於我們現在的珠寶 他們算是開個先例了 所以他們就是把這個叫 Studing Sea了 就從最來的 925從他們開始的 就是這樣 正式定義為925 後來慢慢很多 都慢慢會加進他們的 這個行李 聽一下Tiffany 聽一下Tiffany Tiffany的聲音 Tiffany的聲音 oh sorry再一次喔 有德國的語言的聲音 就是那種咬字比較重 然後顆粒比較清晰的感覺 但是我一直覺得它的振動其實很清楚 剛剛軟軟的不太一樣 那個振動 你知道德國人就是這樣 直腸子 就是他們不會拖泥帶水 就講話就是我要這個就是要這個 不會說因為這樣所以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這一次很多 其實就是 沒有啊他們會把很困難的好不好 所以德國 我發現德國第一道有這一塊 就是手撮出來的這一塊 跟他們有關嗎 這是同一家公司嗎 不同 然後很體貼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德國人他們可能真的手是更大 所以他沒有那塊他根本是撐不住 對 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德國人最最最最慢接受貝母笛 所以他們很多都是那種傳統的大笛子有沒有 對 很大的 所以他們習慣的手就是比較縮 嗯嗯嗯嗯 他們真的也是手心手心的 對啊 整個手心的必要性 嗯嗯嗯嗯嗯 我們很特別就是剛好四個國家四個不同的風格 嗯嗯嗯 所以感覺很不一樣 那我們特別要介紹這一把義大利底 他們是用的是九百銀 九百 九百 九百銀 就是裡面只有九百 對百分之九十的銀 其他 對千分之九百 剩下的都是其他的金屬 是嗯 那他們一般這個銀的材料在美國有一陣子在1930年代 也有叫CoinCM 嗯嗯 Coin就是那個前一代Coin的CM 他們也是用九百這個配方 那這是德國 義大利跟他們有點不一樣 他們剩下那個10%有點不一樣 嗯嗯 那個10%會是 不同的材料 它是一個綜合物嗎 對是一個綜合物 是被加進去還是 被加進去了 被加進去了 所以以這一只來講 不知道另外10%是什麼 哦 如果橫一點就把他 鮗一下來看看 進x光雞 來聽聽看那個 義大利 比較少接觸呀 而且他的那個有多一個輔助那些建 那是要給ロビ的 是不是 對 ロビ 喔對,這一把也會有頭皮 好,來了 摸起來的劍也是觸感 觸感其實沒有,它中間那一圈是凸起來的 對 雲的地方 對,它雲的地方是凸起來的 它們的造型方面 就是有一個很明顯的 一圈 對 它們對於造型 對 特別像女高音耶 欸,真的! 特別像歌劇的耶 對啊 欸,真的很歌唱性 對對對 就好適合吹歌劇喔 怎麼會這樣? 很唱耶 欸,那一句是什麼? 對啊 你要吹到後面了 好適合吹 就很... 戲劇很高 很唱很唱 聲音的連結很好 很美聲唱法的那種感覺 就是那個抖音 這忍不住就要唱起歌耶 真的 很神奇耶 因為我也覺得蠻神奇的 欸,怎麼會這樣子 這事情應該不只是材質的 這個也是有跟他們 當然跟功法有關啦 對不對 可是 欸,真的很神奇 怎麼每一個 對 欸,我現在有點忘記 我們以前在講木頭笛的時候 有義大利的製品 好像很少 好像沒有聽過耶 我... 我... 我現在就在懷疑想說 欸,義大利好像現在才出登場的感覺 對啊 這支是幾年的 對 1930 這算是... 算是最早出現有Lobby的樂器嗎? 沒有,還有更早 更早就出現了 應該是很早就有Lobby 對... 我們提到在A期的時候 就到G了嘛 對... 對... 很早那時候就有了 你看那個馬勒寫 寫那個第五號 就好像寫到Lobby 到A去這樣子 對... 然後是有那種樂器 所以... 哇... 這真的... 我突然覺得他除了材質也有... 洪古引起的 而且... 而且覺得他突然好像串出來 就是在這個... 這個... 長笛的... 長笛的... 發展史 突然串出來 是因為我們沒有試過嗎? 法拉利 我想問一下 因為當然跟材質一定有關係 可是... 你的吹喉羅挖法會不會是因為 這個國家很喜歡這樣的東西 他的美感的... 就是說... 我蠻一直強調說 不同國家的美感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 比較可以是透過一些 Original樂器去了解 原來他們國家是希望這種聲音 不同年代的聲音是這樣子 透過這些古董樂器 可以幫我們去... 去追溯它 去... 觸觸它這個東西 嗯... 那... 比較可惜我們現在樂器幾乎都已經亂掉了 就比較沒辦法去... 那個... 有點太中心 你這個義大利公司有... 有... 有在嗎? 哈哈哈哈 居然對他很有興趣 對啊 他... 一直到... 40年代就結束了 很可惜 都是... 我們很多樂器都是在二戰的結束 就整個垮掉了 好可惜喔 真的啊 這個聲音真的好... 印象好深刻喔 尤其他是張敗國 喔... 是啊... 九星國 哈哈... 德國也是啊 對啊 就很多樂器就是... 那個年代就是突然間... 它是被... 是... 是停止了還是被毀滅掉 都有吧 都有... 因為一旦是專程結束 這... 這公司是不可能發展的 對啊 不可能發展 德國真的很多地方被炸... 炸壞掉了 炸壞掉了 對啊... 就很嚴重 一方面你專後你根本沒有... 經濟的能力去製造這個... 喔... 那你也沒有... 沒有材料沒有技術人員 沒有... 沒有工具 是... 就沒了... 但它的產量有嗎? 就是... 因為我們真的好像比較少聽到... 義大利的場底 義大利的場底 對... 義大利其實... 它的好的Maker 只有一兩個 就這麼長年代裡面 我會推薦的也就是這個Maker 所以這真的是產量就不多 因為就只有一兩個好的Maker 非常少 而且狀況... 狀況都不太好 嗯... 看得到的就很少 因為... 一方面也... 也... 好在說它... 量不多 製造人不多 所以有時候買也比較容易買得到 喔... 哇... 這個真的很讚 因為它的... 它的一個歌唱性 你一吹 你會很喜歡 一直唱 一直吹 沒錯... 而且你摸到它的時候 你還不覺得它這麼... 對... 因為你摸到它的時候 它其實... 其實那個手感刺刺的 就是它的圈是... 很細的一圈 你可以感覺一下 還是不同的想法 對... 然後你一吹... 整個會被它帶出來耶 非常非常... 歌... 歌唱的感覺 太清楚了 對... 所以會不會唱真的... 也是要買一把好元氣耶 真的... 好...再努力 對... 我們今天... 它感覺它要扛下來 再找... 找三把 對...三把 會不會有一把... 四人百不平 對... 然後我們這一集呢 先到... 這一個部分 對... 因為它看起來都... 都長不一樣 對... 都留在下回分期 嗯... 好...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不懂長迪讀書會 下次見 掰掰